高雄市在5日新增10例本土COVID-19确诊个案 市长陈其麦在防疫记者会上表示 为了排除流行病学的相关联系 防疫旅馆若是有2例以上确诊个案 高雄市将会进行扩大筛检 另外适逢寒假期间 考量小朋友难以戴好口罩 加上没有接种疫苗 高雄市幼儿园也将延到2月14日开学 停课期间内 学童家长可请防疫照顾假 若是家长无法自行照顾幼儿 各公私立幼儿园仍然会提供基本照顾服务 那我们也提早说希望说第三剂的疫苗 对于降低感染力 非常的有效 大概可以降低国外的数字 大概可以降低 大概这个 有昨天所秀的一个资料 大概这个感染力 就可以降低非常多 所以这个部分 也要跟大家特别报告 而为了因应联合开工 在港区的防疫工作上 陈其迈也宣布了几项措施 高雄港工作人员在2月7日及2月8日 在开工前需要进行筛检 未完成者则不得进场 那我们决定在高雄港工作人员开工前的筛检 那在2月7日到2月8日 依简讯通知 那前往筛检站进行开工前的筛检 那很抱歉 假如没有筛检 的部分 就不得进场 所以从34、36、38、55 以及第二货柜中心 第三号、五号、四号、六号货柜 我们都有设筛检站 所以要进到高港工作相关的人员 请务必在2月7日到2月8日 依简讯通知 前往筛检 陈其迈提醒4名朋友 也拜托大家要多加注意自己身体状况 有喉咙痛、咳嗽、发烧或流鼻水等相关症状 务必到诊所或医疗院所 进行快筛或PCR裁检 如此才能保护社区 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 再次进行快筛检